媳妇你抱了个啥呀 哦这个呀 这是小姨夫送给小姨的 结婚纪念日礼物 小姨不稀罕 说给咱儿子留着玩 给咱儿子 这么大个玩具 咱儿子看见不得吓哭啊 快给我吧 过来求一下 你不让我动吗 这还听听话 行了 我赶紧看儿子去了 孩子哭了 哎呦吓死我了 哎呀 这两千块钱 哎呀 对 我得把它藏起来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给它藏着 西方邻居们大家好 我想跟你们商量个事 你说啊 要是给人家礼物给出去了 再往回要 是不是有点小气啊 不是小气 你说今天我和我媳妇的结婚纪念日 我送给我媳妇的礼物 她送给阿米莲了 这东西倒无所谓 关键是里面有一封信 我不能让别人看见 我得要回来 孙范 谁啊 门没锁呀 孙范 我小姨父 小姨父你咋来了呢 刚才阿米莲不是上我家去了吗 特别热情 说你有空就上我家玩 后来呢 我有空 你这回房的速度也太快了 要都像咱们两家这样来回的走动 那世界早就充满爱了 快坐吧 好 二米莲呢 二米莲在屋里照顾孩子呢 哎呀 小姨父你是不知道啊 二米莲自从生了孩子以后啊 母爱泛滥呢 家里的活 大活小活 当活重活 抢着干 太贤惠了 好啊 哎呀 跟我媳妇你小姨比 她真是太好了 小姨挺好的呀 你小姨啥也不是 用一个字来形容她的一生 哪个字 懒 别听我小姨不说 我小姨不懒呢 哎呀 我跟你说个事都吓死你 你说 前两天吧 从菜市场买回一条活鱼 他懒得用刀杀 他给咬死了 活鱼 他咬死的 那后来呢 后来我俩就吃了 那你俩没到厨房坐坐去啊 他懒得坐呀 那你坐呗 他懒得让我去呀 哎呀你不知道啊 其他的都能咽下去 那鱼鳞呢 别说了 说得我都拉嗓子 今天我又说他了 你怎么这么懒呢 咋了 送给别人一个礼物 一个毛绒玩具 你不洗洗就送人家 多脏呢 对就这个 就他吗 我拿回去了 哎你站住 等会儿 等会儿 不是小姨父 你到我们家来创门 不买点东西就算了 怎么还会 我会要东西呢 我不是要 我是说要把这脏 哎那什么 我是说把脏的拿回去 明天我再给你买个新的 我们就要脏的 不爱心 哎那怎么 我不看 小姨我不带你这样的 给人家的东西 你怎么给人 就是我们家的 这里面有个故事 啥故事啊 今天我和你小姨 结婚纪念日 啊 我送给她的礼物 我是按照我的形象做的 别瞎扯了 这街坊邻居们 又不是看不出来 你啥形象啊 这不一只羊吗 跟你有啥关系 我小名叫咩咩 咩咩 咩咩 这啥叫咩咩呢 不有这么首歌吗 我原住一只小羊 趴在你身旁 你拿着鞭 戳在我身上 好像是有这么首歌 那也不行 哎呀你看吧 我跟你说 哎呀不能给你 你别闹了 这个东西我不能给你 你听我的 哎呀 敲着什么 要不然我 哎哎 小姨父 你怎么来了呢 是 小姨父刚来就要走 我送送她 哎呀走 什么走 把我的玩具都弄坏了 小姨父 走 走走走 嘿嘿 小姨父 我刚从你家回来 你怎么就来我家了 人家小姨给你做 那么多好吃的呢 对 我就是躲她那顿饭的 啊 你 你是走得早 要不然你赶上了 你倒霉吧你 啊 我说小姨父 你这话说的不爱听了 我吃你家点饭 你还不乐意啊 再说我能吃多少减肥呢 不是 她坐那晚上 你吃的都能疯你 拉打货什么没吃过 做啥了 辣椒炒西瓜 你吃过吗 没有 番茄炖月饼呢 没有 我天天吃 你就吃这个呀 我还吃过活鱼呢 生鱼片 啥 生鱼片 不骗 那呀 那你也太惨了 你这么点 今儿在我家吃吧 保证让你吃顿正常饭 啥好吃的呀 我自创的菜 苦瓜炖榴莲 很好吃的 我看 找一找 苦瓜 炖榴莲 听出来没 咱俩在家里 就是俩苦瓜 同病相连 不行 你吃菜醋 我不吃了 我走了 你走吧 哎 等会儿 哎 你把这个给我 不给 我求求你 我有事 我不能给你 不是 小姨父 不是 不是你俩干啥呢 小姨父他非要走 我送你他 走什么走 你给我 穿饭再走 来 你先尝一下鲜袋 你怎么能让我尝呢 你人家是客人 对 小姨父 不行 我现在已经文件了 不是 人家是长辈 你咋的 对 哎呀 长辈要照顾晚辈 哎呀 快点了 你喝吧 哎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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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的汤 让你俩给我糟进了 后来完毕就这么脏了 讨厌 算了 那我拿回去吧 拿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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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姨父 等会儿 哎 这里边有东西 没有啊 你拿来 钱 谁的 这这 这怎么回事 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啊 我先看我儿子去 钱是哪儿的 别吵吵小姨父 之前是我藏里边的 你什么时候藏里的 你来之前我刚藏里的的 你什么语意啊 小姨父 二美丽的脾气你不是不了解 他要知道我藏私房间 我哪受得了啊 小姨父 你替我扛下来吧这是 我替你扛 小姨父 我求求你了 小姨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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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了 你不能眼看着我受苦啊 那我要替女朋友 我有啥好处 这是两千块钱 咱俩五五分 四六怎么样 行 我六 我六 行 答应得那么痛快 三七行不行 哎呀干脆二八 一平 行 一九 这么的吧小姨父 你只要替我把这个事扛下来 全是你的 二米粒拳头够黑的呀 把她打得都不爱钱了 可以 没问题 来了来了 哎呀 想好了没 小姨父 你太不像话了 你这样 二米粒 我想好了 说吧 这钱 是我的 太不像话了 真的吗 看你小姨父 你说你把钱藏这里干啥呀 你不知道你小姨 她的脾气 哎呀 从来不给我钱花 我就散了点四方钱藏在这里头了 看你 那行 我跟我小姨打电话告诉她一声 啊 那个 钱主芬 我 我 不是 你跪下干啥呀 我替我小姨父求求行 几块儿啊 我小姨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我小姨要知道我小姨父藏私房间 她的身体哪受得了啊 你就不能帮帮她吗 行了 你赶紧起来吧 哎 真狠了你 那小姨父那这钱你拿回去吧 但是我得说你两句啊 这夫妻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信任 对 你回去赶紧把这钱给我小姨听见了吗 行 你放心吧 行了 那行 那这个我是不得拿回去啊 你 唉 小姨别动 tidak 什么没有啊 什么也没有 有有有有 有有就有有有 有 有有 有有 有 有有有 是 ые 屁ence 这什么玩意 这孩子一到关键时刻就哭啊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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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告诉我是谁的啊 我拿这细点 站住 你别动 她回来问我 我怎么解释 一封心 你这么慌张干啥啊 信是我的 你的你怕啥一封信吗 我给你小姨写的 写的写的 今天是我们俩的结婚纪念日 我给她写全是一些 不堪入目的肉麻的话 这要是让她看见了 我这老脸往哪割呀 快点让我拿回去 小姨子 这封信是你写给我小姨的 上面都是些甜蜜的话 肉麻的话 让人听了受不了的话 对 抬头是不是 干啥呢 没让你抬头 我是信的抬头 我信的抬头 亲爱的老婆 亲爱的老婆 行了你别管了 交给我吧 交给你 不是 你俩这信的事 给我研究明白了没有啊 那个二美丽 这信到底是谁的 我写的 不是假的 亲爱的 咱们两个过了这么长时间 好多爱慕你的话 我不知道从何说起 我思来想去 我于是写了这封信 我小姨子 你打起来 看你 等会儿 我是说你胆儿真大呀 你看给小姨子都吓着了 这又啥呀 来来来 二美丽 老话就说了 大声的朗诵出来 亲爱的老婆 讨厌 我都不好意思 你就是母老虎 你就是母夜超 世界上就没有你这样的女人 我许了你 你就倒了八辈子的霉 昨天你还打了我 钱顺帆 小姨子 我突然想起来 这封信不是我写的 你别着急 不是我写的 有可能不是他写的呀 不可能 就是他写的 你怎么证明 我昨天晚上刚打完他 他昨天揍你了 咱俩同病相恋呢 我小姨昨天晚上也揍你了 哎呀 小姨子 你快扯着 小姨子 给我站出来 你给我站出来 给我站出来 那个 二美丽 这信是我写的 钱也是你的 信也是你的 真是我写的 我写了以后藏在这里 我想给他个珍惜 这信的前半部分吧 都是不好听的 好听的都在后半边呢 那我念念 你别念 还是我念吧 你念 媳妇 你冤枉我 给我点音乐行不 有 我手机里有 走 媳妇啊 昨天你没收 我的所有的四方签 一共才三百块 你就打我 你不知道 我那个钱不是为了别的 我是为了纪念 咱们结婚纪念日 我就想回家买一束花 好好请你吃顿饭 给你一个惊喜 我知道你是爱我的 每次我做错事 你表面上凶我 其实你是刀子嘴 豆腐心 你每次把拳头举得高高的 落在我的身上的时候 却是软绵绵的 我愿做一只小羊 跟在你身旁 我愿意拿着细细的皮鞭 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是你亲爱的 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 一个爱的港湾 爱你的绵绵 小姨母 你这封信写得太好了 你写出了咱们两个男人的心声 小姨母 你说你还给我小姨买什么礼物 我觉得这封信 就是最好的礼物 多好 是 这本来挺好的事 让你们给长得一点都不浪漫了 没事 小姨母 我给你找回来 我现在就给我小姨打个电话 我好好夸夸你 对对对 对对吧 但是小姨最喜欢你了 你给我多美言两句 放心吧小姨母 你说这好的 喂 小姨呀 你简直就是太幸福了 我小姨父对你简直就是太好了 尤其是她给你写的那封信啊 给我们都感动了呢 让我小姨父给你带回去 你好好看看 好好读一读啊 还有就是 以后吧 别老管我小姨父管得那么严 人家藏了私房钱 那不都是为了你吗 再说了 两千块钱也不多呀 小姨父 我是不是说多了 你说的太多了 我刚才没说什么要紧的事吧 没有 你说的都是要命的事 完了 我得回家了 完了完了 钱水饭 哎 跟我回家解释清楚 快讲 我不跟你回家 你不去谁去 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钱水饭 我不去 你怎么就不能去呢 我去了 我怎么跟人家说呀 你就跟小姨说 那两千块钱是你的呗 这钱怎么能够是我的 行 小姨父 好 我就这么说 两千块钱是我的 那咱还是五五分成熟 五五分成熟 太好了 一举两个啊 走 糟 回家 走了 这儿有病嘛 梦什么崴了你 唉 不对呀 那钱是谁的呀 那钱也是谁的呀 谢谢大家